朋友们大家好 本节更新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这首林俊杰的经典老歌《江南》 这首歌有些年头了 由于林俊杰的他的声线比较高 所以说还是降了几个半音来编配这首歌 如果你想追求跟林俊杰相同的音高 你可以通过甲变调甲 然后还是用我曲谱来伴奏这首歌 下面在学习之前还是请大家来到大伟集的教室的官网 来打开这首歌的乐谱 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首歌 这首歌我设计成的是剧调的执法 实际音高和执法音高都是剧 没有变得夹 是四四的拍子 每分钟是六十拍 然后这首歌由于它是林俊杰比较早期的 比较经典的歌曲 如果大家对这首歌熟悉的话 你对这首歌的前奏和这首歌的伴奏 也都会觉得它比较有特点 我也是按照这首歌原曲的这样一种听感 来进行编配的 这首歌包括前奏以及尾奏 中间的部分有一些缩减 因为毕竟是一把吉他的弹唱 所以说这首歌并没有尖奏 从前面一直到后面 中间有一个反复的标记 从第25小节这里反复到第13小节 然后再一直走下来一直到结束 就是这样的一个曲谱 下面我慢一点来演示一下这首歌前奏的部分 如果大家熟悉这首歌的话 你会觉得听起来就像原曲一样 慢一点 演示 这首歌前奏的部分 这样就完成了这首歌的前奏 四个小节 然后在完成这首歌前奏的时候 左手不要变 这个食指可以松开 但是四弦的四平保持 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前奏还是要用到这个手指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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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进入这首歌的主歌 看一下这首歌 我再慢一点也是第一个小节 这里面 这里面在四弦二品有一个花音到四品 在乐谱上面我没有标注勾弦 我实际上在之前的演示我是有勾弦的 在最初设计的时候 我设计是弹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没有标注 但是我弹的时候发现更顺手 就是勾弦 就这样的 继续往下 因为这个音它是旋律的线条 这个我需要调整一下 跃跌搭比 在弹出来以后呢 又编配伴奏的时候 尽量不要影响了这个音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就通过五弦二弦和三弦来伴奏这个地方 就是还是保持它的声音 继续往下 跟第一小节这个花音这个地方一样 这地方有个区别跟第一小节 再慢一点 然后有个小横按 是二弦和三弦同时用两个手指 还是这两个手指 两根琴弦 二弦和三弦 这样的声音 继续往下 这个跟之前有个区别 大家看一下第四小节 慢一点 说的是第四小节的后面两个拍子 然后就进入这首歌的主歌 然后到这个 年珠国歌的四年 这个地方还是用了前奏这样的一个手法 算是一个加花 如果你不想加这个花 如果你不想加这个花就按照上面的EMADD9 还是这样弹 大家注意一下在主歌第一个和弦 这个EMADD9呢 右手弹的是六四三一 琴弦是这样的 这个手指要分配好 当然还是这个T123这个右手的执行顺序 不见得非要就是这个 不要非要这样 这样的分解头弦的运动规律不太好 就是说没有规定说你这个123指一定要负责这个321琴弦 这都是灵活的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从第七小节 这地方又有变化 第八小节的后面 两个拍子 前奏呢 前奏的地方也有这样的弹了两根弦 但是呢 在演唱的部分呢 突出这样一个效果 我就设计成了 弹一根弦 就这样的完成了这个小节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EMADD9呢 右手的音形多了一下 在第二拍子 第十小节 还是 就是这两种佳花 其实在前奏和尾奏都有这种体现 只不过前奏要难一点 在哪里呢 再回到前奏 它这个旋律线叫 主要是这个拉 这个地方就要弹低音的这个六弦 又弹四弦二品 这个地方是有点难度的 但是在佳花的地方 这个拉就不用突出 就只是弹低音的这个根音就可以了 所以在佳花的地方稍稍容易一些 然后进入这首歌的过渡段 过渡段的音形又增加了一点 第十三小节 除了和弦不一样呢 这个右手音形是一样的 在进入到副歌的时候呢 之前第十六小节 这个D的挂四和弦 D的挂四和弦到D和弦 这个地方 就是有一点小小的佳花的感觉 然后推一下到副歌 副歌是这样 右手是T123π12 T123π12 这用大拇指就拍 其实你就拍六弦一根弦就行 或者六弦和五弦 就是有一种轻轻的节奏感 不用很刻意的 这首歌林俊杰的原曲 副歌的第二和弦 其实并不是转位 它是原位的 它是一个原位的D和弦 我为什么设计成转位呢 因为这个更符合剧调的这个执法 就有点远 变成了D的ADD9斜杠 D音弹升F 这样一个转位和弦 有一个小的花 就是第20小节的后面的D的挂四和D和弦 然后还要拍 继续往下 还是这个副歌 然后到了第25小节呢 再反复回到前面的过渡段 就是B段 再进入到这里以后 就是到第25小节往第26小节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一个小节只有两下 因为接下来又要到重复的副歌 所以这个右手的这个层次要往前推一下 然后再来的副歌 一直到这首歌的结尾 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地方 然后结尾的伪奏跟前奏基本是一样的 只不过到最后我设计成了一个剑曼来结束这首歌 然后剑曼 这个地方用了一个 完整的EMADD9 之前弹分解和弦的时候 这个和弦图示上面我只标注了一个手指 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如果是六根心拳啪的话 就把五弦二品按上 就完成了这首歌 主要呢 这首歌的难点可能在于这首歌的前奏和尾奏 但是如果你弹的完整的话 就是按照我的乐谱这样来演奏的话 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或者你给谈给别人的话 他会觉得你这个很像这个原版的感觉 好的朋友们 本节我们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呢多多支持转发和评论 再见